嘉明湖大家都习惯称为天使的眼泪 但是在台东县海端乡的 力道部落的布农族人来说 他们比较喜欢用月亮的镜子来形容它 这几年嘉明湖纳入了林务局的管辖之后 登山步道以及设施都有明显的改善了 也逐渐成为山游喜爱登山的百岳之一 但是在登山活动热络之时 从事登山服务 也就是当地的布农族的高山协作员 也逐渐感受到来自外界的竞争 以及法令的限制压力 在今年五月份 林务局跟海端乡公所 拟定了嘉明湖的共管机制 是否有保障在地族人的权益呢 我们的记者和一批山友 还有布农族的向导 一起登上了嘉明湖 要带您进一步地了解当地族人的想法 这是�� во ενは へ んいやな madre Application 山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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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三岁想法 替彦那amos 入文化 二十赫甲 已 atrás 一批来自南投 高雄 台中及台东的山友 加上原事记者 以及三名高山协作员 向导共16人 从海端火车站出发 一小时后 铁达南衡公路160.5公里处 登山地点 清晨的天气浓雾闷闷 夜里充足的路随 将四周变得湿仁 三位年约20岁左右的 布农组青年 不慌不忙地整理物资 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哪里 啊 山上 你现在背的东西大概多重 这个差不多二十几而已啊 二十几而已啊 有背过更重的是不是 有啊 之前 都背过超过六七十 因为有人背公 有其他同事状况不好 所以就 但是东西一定要 因为客人都上去了 嗯 有点累 还好 三天两夜的登山设计 第一天就面临七十度陡坡 令人有些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车子就在那边而已 我也这么觉得 很快 第一天爬的是海拔 两千多公尺的芥茂市山 走的路是布农组列人的捷径 海拔座山预计要花七小时以上时间 负责带队的向导 于明达每走一小时 就停下来向大家介绍四周的地理环境 他也是要考虑到人体工学一个好走 啊 这个就是这个路径 经常都有那动物出现 出现的激励很高 就是打泪的路线 对 等于是那个家里的那个养鸡场一样 这只爬的山分别有 芥茂市山 魅池山 嘉明湖 三叉山 还有向阳山 芥茂市山面向阳光 叶子树 阔叶林 这里有丰富的野生动物 虽看不到动物行踪 但这里的动物保育得非常好 也看到被动物脚磨损的树皮 水鹿磨啊 磨它的脚啊 或者是啃啊 把这些树皮都 表皮都啃光光啊 所以都会有这种场景 这边是还拔大约三千 哎两千五百公尺左右啊 这是水鹿常见的活动范围啊 这样 那个水鹿这样磨这个皮会不会危害到这个树的生命 如果它尾一圈的话树就死掉了 就像刚刚有看到的 有些比较小的是一圈被扒掉了 那个就有几率会死亡 第一天的路程 下午就遇到雷震鱼 大家在雨中行走 傍晚抵达树饮地点 工作人员准备晚餐 过了一晚 大伙儿一早起来 听到河川水流声 天气也好转起来 继续朝对面的妹池山攀爬 这一座山也有三千公尺左右水准 走的是山的林线 同样也要花七小时以上路程 攀爬的路途中发现 布隆祖巨肉椅子及石棺 令人兴奋 妹池山属于真叶林带 沿途也到处看见许多山羊及水路排泄物 还有水路挖掘的蓄水池 以及台湾黑熊的栖起地 遇到熊 你通常会先听到它的吼叫声 然后你听到的时候就 先不要用跑的 慢慢的往后退 要往下坡跑 因为它的上帝给它的脚的构造 就是为上坡的 所以它上坡速度非常的快 然后也不要爬速啊 爬速它爬速也是很强 装食也不要 它最爱吃腐烂的肉 嗯 嗯 这个是它什么东西 它的艺术品啊 哈哈哈哈 这它休息的地方是不是 它做这个目的就是休息用的 没有 就是警告这里是它的范围 已经是它的地盘了 所以它有时候可能会来这边巡逻 或者是睡午觉 哈哈哈哈 那你看過熊嗎 有啊 在向陽商務有 附近有幾隻 凱文是來自南投信義鄉布農主青年 這些日子一直是在嘉明湖及玉山 擔任高山協助的工作 他忍受沒有手機的日子 他熱愛著工作 雖然辛苦 但覺得很有意義 接近中午 發現一個大蓄水池 布農族人說 蓄水池是供獵人 和水陸營用 水從底下湧出來 這是往那個嘉明湖 非常有名的一個陸營營地 叫操場營地 它不單是操場搭營 這是什麼鞋子 搭營的地方 還有它有中年不斷的這種 非常水 這一條路径 市財 湖縣繞著劍茂式山 再從妹子山再往嘉明湖西側山 三倍攀爬 然後再往嘉明湖的西北側爬上去 幾乎是繞著兩座山走 這一條獵人路径非常難走 也考驗大家的耐力和體力 到了下午兩點左右 我們來到一處獵寮 看到石板砌成的牆 至今還留著 獵寮移植 象徵著是不農族活動的場意 那所以各家族都 連家民附近都有自己的獵寮 然後我們主席那阿公 也在這邊有一個獵寮 就是打完動物 背過來這邊 開始燒烤 放在這邊烤乾 然後還把鹿皮割下來 換東西換錢 鹿皮 到了民國四十幾年 鹿皮不值錢 剩下一個還值錢 鹿邊 還有那個鹿籠 休息十分鐘後又繼續爬 到了下午四點左右 大家終於來到妹子山的珊瑚 也是距離嘉明湖最近的地方 也有五百公尺距離 此時高度已達到三千多公尺 強勁的風讓人感受到 高山氣候變化莫測 夜裡在此扎銀 向導和協助員為大家準備面食 疲憊的身子促使大家 趕緊吃完立刻就寢的念頭 夜裡看見天上的雲 走得很快 月亮 若隱 若現 三天兩夜的行程 把握於向導的對話 談祖先的歷史 談傳統領域的觀念 布農族一代一代 他們的名字從阿公那一代傳承下來 所以這個名字他們有領域性的 比如說這個家族的部落的領域 還有打掠的領域 還有食物的採集的領域 布農族的領域我們從南投花蓮高雄 一直到台東縣 都在我們布農族活動的領域範圍之內 那我們台東的布農族的領域範圍 我們一直從 比如說我們這邊比較著名的這個 嘉明湖 向陽山 沙山山 大觀山 這都是我們布農族活動領域的範圍 漁家在海端從事登山事業有名 包括漁民打的哥哥德仁 還有兒子姓志 也都投入登山協作服務行業 一年365天的時間 有200多天都在山上 他們擁抱山林 他們靠山吃山 這個祖宗留下來的傳統領域 所以要保護好 以一個月來講大概20天在山上 布農族有一個共享的觀念 就是山友來到山上 就像來到家裡的客人一樣 雖然很辛苦 但是做得很快樂 巴黎和尼堵是來自於高雄 桃園區的布農族青年 在大學他們是局中項目的學長的學弟 尼堵一年前在一次的全果性比賽中受傷 暗然離開局中界 後來緬胡兵役 轉從事高山協作營工作 巴黎還在堵大學 因為爬北大午山和漁民打合作 只要放假就會回來台東 和瑜伽配合也讓他瞭解 出現的歷史 也是想要賺一點年幼錢 然後這個工作也是相關性 就是我們布農族的一個主權 然後一些文化上的繼承 這些工作是真的滿辛苦的 這個是滿有意義的啦我覺得 對 因為都是幫自己主人工作 然後自己主人也會說 以前的歷史啊 文化啊 這是誰怎麼走過 其實每次工作下來 其實都是回忍良多的 所以會忘記那些累的感覺 對 對 對 5月3號第三天 約上午6點 再度朝嘉明湖方向登頂 大火兒朝嘉明湖西北林縣前進 花了一個多小時 抵達嘉明湖的東北方 濃霧瀰漫的天氣 能見度只有10公尺 看不到南邊300公尺以遠的嘉明湖 大火兒有些失望 在地蛙處休息一個多小時 雲霧仍未消散 大火兒再往山岔山方向繼續攀登 清澈的湖水在藍色天空 藍滿之後 嘉明湖變成藍色的湖 因此獲得天使的眼淚的稱呼 這是一般人對嘉明湖的印象 夜裡月亮湖現湖裡 彷彿月亮在照鏡子 布隆族稱它為月亮的鏡子 不要再稱那個佛教天使的眼淚 它確實在掉眼淚 因為看見進到這個山林的人 在破壞這座山 人與人之間不在這種山裡面 有一種互相珍惜 互相鼓勵的那種跡象 那它也不再是所謂的嘉明湖 我要把它稱作是 它是月亮的鏡子 叫做吉田路馬一 是月亮照鏡子的地方 這幾年嘉明湖逐漸成為 愛好登山的民眾前往的去處 由於登山人數逐漸增加 導致通往向陽山路 下雨時遭受土石流沖刷損壞 禮物局在2015年出公告封山 有四個月的時間無冷登山 事業一號才恢復開放 在地的高山協作員 整整近四個月沒有工作 過去的一年 力道長老教會牧師卡法斯 為了宣示自然資源主權 分別率族人攀登山叉山 及向陽遊客中心 種植農作物 之後林務局提出嘉明湖的 共管機制 通過海端相公所成立 共管諮詢委員會 在2015年3月及4月 召開的共管會議中 穆斯卡法斯想表達意見 卻不得其猛而入 最後將登山人數總量管制定為 每日176人 山路住宿價格也定調為 平日300元 假日400元 但這樣的共管機制 族人仍然憂心工作權 如果這個組織是可以信任的 是好的 我們全力接受 一起來保護山林 愛護山林 我們也肯定 大部分的林務局人員 都是非常努力 非常辛苦在高山服務 但是有少數人 他們跟外面的業者結合 所以呈現不公平的狀態 所以這個也激勵了我們在地的部落 在地的部落 我們要伸張我們在地的工作主權 林務局提出的共管 到底是怎樣的共管方式呢 組織這個諮詢委會主要的目的 剛才講的除了自然保育 跟神態旅遊以外 希望把這邊的3D的環境 能夠保護好 永續的經營 那麼這個總量管制的措施 在4月1號開始施行 那麼4月1號開始施行的 總量管制就是一天176個人的範圍內 這個收費的標準是 平常是300加是400 學者認為林務局應該尊重原住民 該歸還給原住民的就歸還給他們 回歸自己的部落 你部落才有主權嘛 你才有領域嘛 你看你的領域到哪裡 可能很多的領域跟其他部落是共享的 你回歸到部落 然後用部落的角度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這樣的訴求要求林務局同意 躺很容易 走完建茂寺山 魅池山 嘉明湖 三叉山 向陽山之後 大伙兒順著林務局規劃的路線走下山 此時我們突然發覺 原來這裡的路比過去三天走的路 跑走太多 嘉明湖的公館正牽動著主任的心 最好是由我們來主導 我們公所主導 比較讓他們有一個很安心的心理 所以由我們協助他們成立這個協會以後 將來這個協會就是一個橋樑 海丹相公所他會去推動 把我們海丹相這邊的原住民部落的團體 包括有被供能力的人 有翔導能力的人 有出供能力的人 然後把他組織起來 我們在地的原住民類似要被迫說法 可是我們看到共管之下的林務局 這些外縣市廠商 他們透過這種政府的機制 享有很大的額外的權利 所以我們要跟他們競爭 變成很大的弱點 在外來競爭進來之後 更凸顯了布農族對工作權的不安 布農族曾經是住在這裡的族群 在國家制度進入部落之後 山林不再擁有 因為法令限制 讓布農族人和山林的關係 漸行漸緣 這也是台灣原住民共同的經驗 南武雲 北農族人和山林間 未來競爭 中文